他們就是想要在北部也有一間房子 就買一間就好 為什麼買好多間 所以很久以前有板橋 然後板橋賣掉去買內湖 是嗎 對對對 然後內湖後來覺得說 因為離捷運站比較遠 所以在考慮去買個預售南港 然後剛好這就是一間 就是自己要住的 對 那這也是 這也沒有什麼 這是他的說法 就是他們很早就來板橋買一間 然後買了之後發覺 覺得覺得好像離台北市來比較遠 就把它賣掉了 後來在內湖買一間 那內湖離捷運站比較遠 所以看到南港有新的建案 有捷運案 所以有個夢想要買南港 就是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要自己住 那現在大家一直講說 好像他們是房屋大陸一樣 眉眉笑成這樣 你什麼意思 你又不相信業員值 不是 寇姐 他們也五六十歲 然後他們又不是說 真的是那種很沒有錢的人 他想要在臺北 他不是庶民嗎 你不要揭發他不非庶民身份 又不是窮人 李嘉芬 他們家也還不錯 一瓶礦泉水 一碗滷肉飯嗎 那個是庶民心態 就是瞭解民眾的需求 然後不是用豪華的選戰打法 就是請你吃雙煮菜片 我覺得你這個發言人 可能到最後做不下去 我覺得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期待來我的造勢場合 你可以吃到雙煮菜便當 沒有 我們就是一瓶礦泉水 一碗滷肉飯 對你解釋的 他從來沒有這樣說 有 其實寇姐 他年初的時候 把財產申報看出來 這件事情 我們都討論過 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告訴大家 我跟你們一樣苦 我也是普通老百姓 沒有什麼太多的豪宅房產車子 這個奢侈品什麼的 拿捲起袖子做事 結果認同他的人都是這些人 房子搞不好也都是三百萬 跟剛仁俊說的 他房子才三百萬 那結果現在變成你七千萬 你叫人家認同 七千萬他後來 你好意思 他後來真的是審資金 又付了一千八 最後還賠兩百多 而且就我所知 他內湖那個房子也賠錢 然後所以 內湖房子是在漲價中的 你這樣講的不合理 這些地方 我跟你講這個共同特色 我只有一個 我的外行人的內行觀察 這些地方就是漲價的地方 這些地方的房子 就是漲價漲很快的地方 然後呢 炒房客在炒的地方 不是嗎 傑明 板橋曾經被他們炒到什麼樣子 內湖也在炒 南港也在炒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實驗說內湖的房子是疊價的 你不知道葉元智 為什麼要相信韓國瑜的說詞嗎 先掌 大安 信義 松山 中山 內湖 接著是南港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安 松山 中山在漲的時候 板橋就開始漲了 那時候 淡黃區叫做松山 中山 大安 然後大安先漲完之後 板橋就跟著上漲 接著才漲內湖 最後漲的是南港 所以內湖是比南港先發動的 按照這個時間蓄力 其實板橋那時候也在漲了 而且板橋當時是三鐵共購 它的交通狀況 對 內斗房子賣豪貴 你知道在當時的板橋 曾經炒到七八十萬一瓶 對 周錫美說台北縣漲 那時候我們港還沒有炒的時候 板橋去先漲了 因為時間不對啊 如果今天他自己的房子都是虧錢 虧錢的話 那你幹嘛要去這樣轉來轉去 你就虧一次 然後這就好了嘛 有誰住房子 有這麼人在搞的嗎 這個邏輯完全不通 就是賣了內湖的房子以後 去買南港 他說賣了板橋買內湖 賣了內湖買南港 然後如果內湖虧錢的話 你還有錢一千八百萬 去買南港 你這個邏輯上面怎麼通呢 對不對 那你說那個南港那間是2011年 一年開始這個訂購嘛 內湖到2014年打房才下來啊 那你2014年之前 內湖怎麼會買到 那種房價內湖還好 我覺得太離譜了 我在內湖兩千年買一間屋五百萬 後來到了2011年就漲了快八百萬 那你怎麼可能會內湖的時間 時間點會在這種時間買了還賠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內湖是買在哪裡啊 原來這是誰告訴你賠錢的 我叫他真的在害你 這個我再確定一下 這個我告訴你 所以我可以確定的是說 因為我其實我講這些 只是想證明一件事情 他們不是炒房嘛 他就是想要在北部有一棟房子 但大家現在都一直給他扣帽子說 你買就是要炒房 我告訴你 這個房子是2008年的時候 其實開始起漲 馬英九大學就開始漲房價了 大家回想一下 然後在那裡 我可以看